在開啟我們之前的那個數學函數的練習題 就是最早這一題 就原來這一題 這一題的話呢 那裡面我們本來是 把它切回來 我們本來是講到那個sum函數 sumif 然後run 我想各位自己再看一下 這個四捨五路 那有一個run up是無條件進位 run down是無條件 那個捨棄 那再來就counts 那counts的話呢 基本上呢 如果我今天想要知道 四個答案 第一個答案是 我目前選取這個範圍裡面 有幾個數字喔 就是只是數字喔 不包含空白 不包含什麼文字 也不包含true false 有幾個 當然不是這樣 你用人工來算喔 你要用一個函數就可以搞定了 第二個問題是 請告訴我這個範圍裡面喔 他 有資料的有幾個 有資料就包含就是說 不只是數字喔 文字 true false也算 第三個問題是 這裡面這個範圍裡面有幾個是空白的儲存格 第四個問題是 這個範圍 如果是數字 那他大於30的有幾個 第四個問題 所以有四個 那四個問題 實際上喔 你就可以利用 我剛剛提到的那個 在統計函數裡面 會有一個叫counts相關函數 那其實我剛剛問的 那四個問題喔 基本上就是counts counts a counts blank 跟counts if 剛好再四個問題 我做一次有個看 第一個counts喔 計算這個範圍 中有沒有 某個範圍喔 所以第一個你要給一個範圍 數字 的儲存格數目 這個地方 意思應該可以理解喔 所以第一個我們 按個確定之後的話 他會問我說value e 意思說第一個範圍給他 那範圍實際上就這一個啦 我們目前就有一個範圍 所以你選的時候選 這個範圍給他 有沒有發現過來的話 一定是一個大瓜糊 他一定是個陣列 那他實際上幫你做什麼呢 幫你 算一下裡面每一個資料 如果是 數字的話 他就幫你加1 加1 有點像有個 計數器在那邊 總共53個確定 那第二個問題是裡面有資料的 那一樣我們在統計裡面的話 找到一個叫counts a counts a 是非空白 意思就是說如果有資料喔 不管他裡面是什麼資料 只要是有資料的 那就幫我算出來 不是9個 所以其實相淺的話 6個其實不是數字的 所以如果你要找 非數字的話 那其實就可以 counts a-counts 不就好了 OK 那第三個問題是 找一下這個範圍裡面呢 是空白的 counts blank OK 把這個範圍選起來 一樣7個 OK 所以基本上的話 裡面是有 這個空白的部分的話 那就幫你顯示 第四個問題是 如果這個範圍是數字 而且大於30 而且大於30 那基本上喔 這個 跟之前那個sum if有點像 它叫做count if 那count if 其實邏輯上呢 也蠻好理解的 range criteria 少一個 之前有個sum range 那實際上它就是在 這個範圍裡面 給它一個條件 這個條件是 如果條件是大於30的話 而且喔 你會把它移開 它一樣會加前後算以後 那 這邊喔 只要是criteria 它都有支援 所謂的那個萬用資源 包含信號跟問號 所以喔 這用法 其實跟sum if有部分是相同的 差別是這個是算幾個 那那個是加總 差別在這裡 所以 它幫你算完之後呢 大於30的有7個 所以按確定就可以了 好 這樣的話就完成 所以剛剛有 e count count a count blank 跟count if 四個函數 那其實這四個函數 有3個函數 是 有4個函數 是 有4個函數 有4個函數 有4個函數